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帆从乌克兰来台湾生活已经18年 妻子林秀娟说 当年一帆一看到台中清水的美景 就深深爱上了这里 清水的景观是他住在那里 那他也把自己融入清水人的生活当中 他在看清水 有点像在画清水 跟清水人住在那里 在看清水是一样的 所以他的画你不觉得是在看一个 外国人生根在台湾来画的 你看的是一个很道地的清水人 在画他的故乡 经常背着画架 骑着铁马 徜徉乡间小镜 这是一帆最快乐的事 而路旁的古宅也尝试他旅程中意外的惊喜 他也自己找到这个地方 我们也不知道清水山下那条路最多古迹 他真的有领受这个地方 不管山海风情对他讲都把他心里面 很深的落在心里 他转化成画作 来告诉别人 他真的很熟悉 也很爱这一块土地 住家挂满伊凡的作品 无论是高美师弟 或是他最爱的妻儿画像 伊凡将他对这片土地的热爱 从画作述说出来 而台湾的美景 也在他的挥洒中鲜活了起来